议员经常面对相亲 陈情案件或许多的疑难杂症 为迅速处理及解决问题 县议员尤鸿达特地开办与相亲有约的活动 结合律师为相亲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服务 并于日前在福安慈善会馆 举行第一次与相亲有约活动 即有不少民众前往 向有议员提出陈情 希望有议员协助解决 担对就是我们服务案件 以及县民陈情的案件来做解答 以及详细的来沟通来帮忙他们 当然这个我们每个月都会来举办 当然我们再来担对民众的需求 在我们福安会馆 还是在律师事务所 包括在我们福安慈善会志工的店面 都会来举办 我们家都会来结合的三行人士说 见证的物资 也一边会来发送给我们 长期在关注的弱势边缘户 以及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 与相亲有约活动才每个月至少一次 陈律师肯定福安慈善会 及邮宏达议员共同为相亲服务 如果陈情案件有涉及法律层面 事务所很乐意提供免费咨询 国安慈善会今年就是在彰化县推广法治教育 然后大概跟律师工会 跟南投县政府大概有99场的演讲 那我们现在也搭配游泳打议员 来这里提供一些乡亲的法律服务 希望透过法律的服务 让所有的乡亲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能够获得一定的决结跟满意的答复 那只要有法律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都愿意来这样的服务这样子 毕竟法律是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所必须的 那我们是希望建构一个法治社会 还有法律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社会的规范 在与乡亲有约活动中 由宏达议员团队 只要发现陈琴民众家中发生极难 福安慈善会就立即给予物资救济 希望借此服务更多 需要服务的民众也能迅速处理及解决问题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